今次的主题很重要 讲到人力资源、人才的发展 无论是哪个方向都是老年化或者年轻化 我相信 讲到最后如果香港能够继续 包括保险业在内 未来能够更创高峰 能够在商业的增长 公司的增长 能够继续保持 人力资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始终商业不会在无中生有 一定要透过很多的老根 很多的人力去汇聚 才能够发展出来 所以我很相信 如果要商业增长 一定要人力资源增长 因为人力资源增长也不一定在数字上增长 可以在人力资源或者人才的能力上 如果能够大幅提升 我们的竞争力肯定能够保持 可以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